嘉義義族歌林文化季開跑 一隻隻鴿子打開竹籠之後 暫時飛出 注意看他們身上背著小屋子 這是歌林 雖然才知青 但是對歌詞來說 有一定的挑戰度 背著歌林的賽哥 要飛回四祖的村莊 剛剛才算完成任務 但是只要中途停在鄰村的屋頂上 電桿等地方休息 根據比賽的規則 當地的村民就可以利用竹竿 加上鐵絲把它給撈下來 如此一來 鴿子會喪失了比賽資格 卻增加過程的趣味性 鴿子背著這個零 然後把它背回家 那它會有嗡嗡的聲音 大家可以聽看看 當鴿子這樣在飛的時候 風吹進去 你就會看到滿天的嗡嗡作響 好不好 這個就是歌林 翼竹歌林有百年歷史 農賢時期 村莊的居民會藉此休閒娛樂 目前有八個村 兩廣之間會找天氣適合的情況之下 舉辦比賽 四月底經過了嘉義翼竹 就有機會看到這趣味畫面 三地新聞廖國雄俊榮嘉義報導